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这年头找一个喜欢的知识分子 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这个知识分子 在我们这个时代表现的特别的让人无语 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很傻 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很可笑 就关于美国的事情 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边倒的反穿 这是我们都看得到的事情 好不容易有几个知识分子支持川普 结果川普一旦出现的腿势 一段川普总统的宝座 有些人被流氓给偷走了 知识分子马上就面对现实 就开始说川普的坏话了 就开始搞各种妖娃子 你发现知识分子号称有知识 但是是出于纯种二百五真的是 所以我作为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现在都羞于提子也是个知识分子 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个知识分子 好好的去看看他的书 因为这个人还活着 这个人就是美国 斯坦福尔大学的著名的经济学家 而且是个黑人 托马斯·索威尔 托马斯·索威尔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极少数几个 值得我们花时间去了解的一个良心学者 是一个有常识学者 真他妈不容易 我简单了解一下这个人之后 我觉得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个人可以看 索威尔是出生在1930年 他这个年代是很有意思的 30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的还非常的兴盛 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这个1930年在学术史上 他有说讨的 我们说中国这个地方 是说凡是在1930年之前出生的人 你知道吗 都可以看一看的 都可以看一看的 不差的 凡是在1930年之后出生的人 我是说知识分子 他所写的书的话 你基本上你就可以喝喝 能扔掉就扔掉 不扔掉你想翻也翻翻可 也不要人扔 不要花时间 有这么一个说法的 所以为什么呢 说1930年是1930年之前 中国的知识界的格局 是处在一个争鸣的格局 一个思考的格局 是一个用中国人的话讲 是一个启蒙的格局 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1930年以后 由于日本人进来了 1937年进来以后 所以1930年出生的小孩 他一生下来 在他懂事的时候 比如7岁开始 他就知道这个国家 处在一个所谓的旧王时代 这时候的人 就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常识 所以193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 包括我这样的人 全他妈的都是没常识的 知道吧 都是没有基本的人文知识的 没有基本的价值观的人 要么是炮灰 要么是奴才 就是这样子的 你比如说在目前所在的华人里面 有几个1930年左右出生的人 比如于云石先生 我记得他就是1930年出生的 这个人他的书是可以看到 我是一直很尊重老人家 是华人学者里面 真的你值得花时间去读的 这么一个好的思想家 好的学者 所以我对于老师的书 读的很仔细的 多了好多年了 还有那天我跟大家推印的账号 也是这个时候前后左右出生的 基本上你比如国内的 你像毛玉世 这个人他为什么有常识 他为什么比较还有点勇气 能够在中国这么一个黑暗的国家 能够说点人话 就是那个时候出生的 很有很有意思的 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 像说索尔这样的人 1930年出生的索尔 他是学什么的 他是他的出生很差 他是一个黑人家庭 当然他一出生没多久 他的爸爸就去世了 然后他是他妈妈 还有四个孩子 根本有养不活他 他是他的姑姑带大的 然后小时候家境贫寒 小时候吃过苦的 我们知道一个人小时候吃过苦 如果你中途 你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学习的能力的话 你会很优秀的 圣经里也这么告诉我们 一个人在他的少年时代 承受重负的额的 也就是承担生活的重量 是多么好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 上帝会把一副重的放在一个少年少年人的肩上 目的是要锤炼他 那中国也有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 叫做避嫌 什么苦其心智 劳其肌腹 恶其体肤 是不是都有这样说法 就是一个少年时代 你吃点苦 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现在 虽然我也不是个什么人物 但是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他们把我生在一个贫穷的乡村 让我很小的时候就感受到生活的那种贫穷 和孤独和饥饿的那种岁月 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养活自己 这种教育其实我后来我总结起来 我不认为我的父母是没有给我一个优渥的 生活的条件 没有吧 我生活在一个什么灯孔九女的一个大都市 不是的 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理念 索尔尔就是这样子的 那索尔尔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他是学经济学哲学的 这个专业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学它现在分两块 基本上分两块 一个是经济学哲学 还有一个是作为工具的 作为数学 以数学为工具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工具理性的经济学 所以今天你能看到大量的那些经济学家 比如克鲁格曼 这个是250 川普没有当总统之前就放话 说川普如果当总统 美国完了 美国的经济完了 结果川普当总统以后 美国经济好得很 他还一开始还不承认错误 后这个人算他有点良知 他说我的预测是错误的 但是我依然不改变我的判断 他就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帮家伙 他就是数学好得不得了 他通过数学算 算经济 计算 经济是什么东西 经济是人的行为 你在局部的方面 你是可以算的 但是整体的市场的态势层面 人是不可能通过数学来计算 来设计 来指导经济的没有这个能力 今天的经济学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 理性自负的经济学 我就是指那些以数学为工具 考考极其复杂的方程 那演算经济学的这帮家伙 这是今天人类经济学的主流 这些年的所有的德国莫奖的经济学家 都是一些考计算的 经济学或名声的这帮家伙 蠢的要死 这个克鲁哥曼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但是索尔他是学的是另外一个方向 是学经济学哲学的 很有意思 我一开始不知道 后来我查了一下索尔尔的这个导师 是博士生导师导师是谁 哇是我最喜欢的那个什么 乔治斯蒂格勒 这个人是我最喜欢的这个经济学 他得过落奖 他能有一点点数学的工具 但是他主要还是靠思辨 因为经济学早期古典经济学 他就是靠思辨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附论 还是李嘉图 这么下来的 早期的经济学 他都是靠思辨 而不是靠复杂的 数学的演算 所以这个那谁 这个索尔尔真的是很有福气 这么一个黑人小孩 他跟上了这么优秀的老师 斯蒂格勒就是乔治这个人 他是研究信息经济学的 他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乔治斯蒂格勒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的 我有时候在这个视频里面有时候提一嘴 你如果有经济学思想师的训练 你一定知道他是谁 如果没有你可能就是也听不进去 我建议你有空看一看 尤其是生活在美国的人 你去看一看斯蒂格勒的这个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分析模型好得不得了 五个维度 我在学经济学思想师对我的影响蛮大的 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个索沃尔是斯蒂格勒的学生 让我觉得是挺高兴的 原来果然是这个民师出高途 真的是了不得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讲一讲这个索沃尔的一些著作 和他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思想 因为经济学哲学的话 他是一个四边的学科 他既有政治学也有经济学 还有伦理学 他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人索沃尔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黑人的保守派 我再说一遍是我们这个时代 真正能够可以抽时间和精力 好好去读的这么一个学者 这个他是黑人保守派 但是他自己不认为自己一个贴个标签 所以他也不喜欢什么种族主义 他自己说他说我更不喜欢 我更喜欢不贴标签 但我怀疑自由主义者比其他人更适合我 所以他认为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尽管我不同意自由主义者的很多个运动 索沃尔写了很多关于经济的文章 通常都是提倡对资本主义采取一个自由市场的方法 反对美联储 索沃尔是反对美联储的 认为这个美联储在防止经济萧条和限制通货膨胀方面 没有学到任何的成就 而且索沃尔早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年轻嘛 我说无数次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 你是共产主义者 你是个左派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都是左派 我是个纯种左派 我告诉你 但是你年纪大了以后 你如果还是个左派 那你是纯种傻瓜 索沃尔年轻的时候也是个 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他后来啊 他进一个经济研究所的时候 他很快就改变自己的立场 那时候他30多岁 他觉得他告别了马克思 然后呢 对马克思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认证的研究 所以在他的自传里面 他公开的坚决的反对马克思那一套东西 还写了一本书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 对马克思的整个的理论 从他的政治理论 到共产主义 到他的资本论 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批评 这个索沃尔最常畅上 这一套的书是所谓的三部曲 是关于他的意识形态 关于他的政治立场的一个三部曲 还有包括什么视觉冲突 包括寻求宇宙的正义 你看这个很好的 寻求宇宙正义 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中国也有翻译的 叫知识分子与社会 这三本书都很好 这个视觉冲突主要是讲 这个政治冲突的一个起因 所以你看他的书 他真的像个先知 就是今天的美国的很多冲突 正在想个视觉冲突 就是比如说黑命贵 他就是典型意义上的视觉冲突 就根本不应该搞这个事情 你不能因为人的肤色 你构成一个时代和冲突的原因 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他是自由主义 最喜欢搞这个事情 而他的寻求宇宙正义 讲什么呢 讲这个知识分子 政治家和领导人 最喜欢用乌托邦的东西 来建构一个地上天国 来改造和完善这个世界 然后他说这是一场灾难 而且这是一场灾难的时尚 或者时尚的灾难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代的思想家 政治家特别喜欢寻求一种 超越人类理性的正义 完了以后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灾难 这个灾难在人们的眼里 我们说是一种优美 一种假想的优美 索尔说的更有意思 他说是一种当下的一种时尚 非常的要命 但是现在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里面 当然最后一本书就是他的 知识分子与社会 这是很多中国的读者都在读的一本书 然后对整个知识分子 包括他自己 这展开了一个详细的批评 说是我们这个时代 对知识分子有一个什么 盲目的狂热和愚蠢 这跟川普的这个理论正刚 政治正刚是一样的反对愚蠢 当你知道川普的正刚反对愚蠢的时候 你知道他反对谁吗 就是反对那些这个知识分子 尤其是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那些流氓政客 所以我觉得这个索尔尔是一个值得一读的 一个好学者 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真是难得一见的一个学者 而且他是个黑人 所以从索尔尔的这个人身上 其实有很多话我想说 就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 真的是一个那些自以为出身高贵 自以为精英的人已经不行了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尝试 竟然在这么一个黑人的学者身上 在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身上 他今天90岁了 他依然在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保守派的力量 我觉得很了不起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是这样的 按你说按照我们的逻辑 按照我们的习惯性的固定的印象 我们优秀的学者 应该是挪尔斯这样的白人 罗素这样的人 你都是白人 都很优秀的 然后他能影响很多人 结果像挪尔斯、挪素这种人 都是纯种傻叉 完全是狂热盲目愚蠢 然后鼓动乌合之众 完了以后把这个世界用一种时尚的方式 给这个世界带无穷无尽的灾难 反而是索沃尔这样的一个黑人意学者 在我们这一个纷乱的时代 拥有那么缜密的尝试 而且能够直接发现这个时代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特别糟糕的时代 像索沃尔他一直以来 他都非常非常的支持川普 他发过好几次的演讲写文章 然后耗着大家支持川普 而且在川普竞选的时候 他就公开写文章说 在希拉里和川普之间 他绝对支持川普 希望川普能够做总统 道理没有那么多 他说我认为川普上来以后 一定比希拉里做的更好 事实就是如此 他真的看准了 包括今天川普那么 踊跃的这个繁荣的人气 那么强大的支持度 这都是在索沃尔的这个意料之中的事情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尝试呢 这是我有时候就想起这个圣经理的话 圣经理就哥林多前说 有很多主类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圣经里的第一章十八节 就讲得很清楚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余作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 就是经常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这个话说起来真是 特别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这个时代就是 那些所谓的智慧人的智慧 就是一个笑话 那些所谓的聪明人的聪明 就是一个 插合打混的简直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还说这个二十节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 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宇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即不认识上帝 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宇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 哎呀我觉得说的真是 让我是感慨万千的 这太像我们今生这个时代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 有哪些人有尝试 你想会这个问题没有 首先在美国 我们发现像索尔尔这样的人 黑人学者 是那样的坚固 建构着 建构着他缜密的常识体系 真的是让我 人是在我们这一个知识 已经变成一个什么笑话的时代 让我对知识分子 还继续保留着一分尊重 真的是让我很感谢他 真的 尤其是我当我知道他是 斯里格勒的学生的博尔森的时候 我又更加这个怦然心动 你想想在美国是 你看在美国有很多个黑人 非常的聪明 真的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有个黑人小孩 个子还不高 也不帅是吧 叫做威廉姆斯 那叫一个聪明 又幽默又聪明 又有常识 很多个黑人都很聪明 知道吧 你会发现在今天的美国 那些真正的有常识的人 并不是那些自以为政治正确的 自以为博学多才的那些所谓的白人 真的我不歧视白人 但是就是因为黑人他们吃口苦 很多个黑人 真的是都很有常识 同时有常识的还有哪些人 我跟你说在华人里面 有些人很有常识 我觉得在我的频道里面 很听我的节目的 很多人都有常识 因为我们华人吃过苦 尤其是有些华人 还读过圣经了是不是 你有个直觉的判断力啊 我之前说过无数次了 圣经这本书 他能带你什么 他不能够告诉你怎么发财 他也不能告诉你怎么去拿博主学位 他也不能告诉你怎么去种田 能够种出更多的收成 他也不能告诉你怎么去 在让你去当官发财 什么他都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圣经他能够 你如果把圣经读进去了以后 他能够让你在知识的层面 能够让你养成一种直觉的判断力 这种直觉判断力非常的重要 老师教不了你的 只有上帝才能教你 这是读圣经的好处啊 所以我们发现中国人有那么一批人 他有常识 我说我数次 你像中国国内的还没出来的 像刘俊宁老师 刘俊宁的我兄弟 我们都是好朋友 对我很好的 有很多这样的 你像西安有个叫圣红果 他有常识 他也是学者呀 但是他有常识 华人里面有些这样的 包括人在美国的阿姨刘仲进 虽然他也批评我 但是我认为还是不改对他的评价 他是中国的学者里面 少数几个有常识的人 真的 少数几个 少数几个把西方的著作 把修末 把英国史能够读明白的人 很少想很少 中国人都搞不清楚的 你像国内的那些 那么混车断死的人 根本就搞不清楚 他就是就是骗韭菜 就是混场面 就是泡牛 没什么别的本事 你知道吗 还有一种人有常识 是哪种人有常识 东欧的人 捷克波南 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地方的人 真的是匈牙利 这种人有常识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吃过苦 他们饱尝过 这个共产主义的奴役 同时他们又是 妥妥铁铁铁的基督徒 他们对是有丰富的 详细的 可靠的传统意义上的圣经训练 所以他们有常识 有直觉判断力 所以我们要赶着脑 真的是 在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 看上去很黑暗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 似乎让我们有一些绝望的时代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样一个时代 居然是我们这些人 变得更有常识 曾几何时 那帮美国的长春藤的大学的 那帮学者 那帮博士生的 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们什么时候 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 他们一个个都是 心高气傲 认为自己 知识等身的 认为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他们觉得真理就在他们手上 他们就是真理 今天看起来他们是个笑话 尝试在我们这边 尝试在红脖子的你 尝试在美国的那些爱国者的你 尝试在中国真的 在中国那些热爱上帝的人时候 尝试在东欧 尝试在我们所喜欢的 我所喜欢的托马斯·索尔尔的身上 谢谢大家